八六版西游记可以说是中国唯一一部 换了三个男主角的电视剧 剧中唐僧的扮演者分别是汪月 徐少华和池仲睿 三人都算得上是当年的美男子了 可为什么杨洁导演要找三个演员来演唐僧呢 其实最早在西游记开拍前 导演就相中了还在上学的汪月 认为他很符合汤僧的气质 而此时的汪月正在和同学张凤毅张铁林 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如何表演 听说有机会能出演唐僧 汪月非常高兴 杨洁导演先安排他去北京郊区的法院寺 学习和体验生活 在学习的过程中 他还兼职了西游记剧组的道具师 唐僧头上戴的五佛冠 就是由他设计的 汪月每天都认真观察僧人们的生活习惯 向他们虚心求救 可是枯燥乏味的寺庙生活 很快就使他感到了厌烦 不到十天就跑回了剧组 临走时 寺里的老和尚还送给他两句真言 不实 言行相应 不怀自大 有横 有所为作 而不忠舍 意思是做事不能半途而废 只要坚持下去 日后必定能有所作为 回到剧组后 汪月就是拍了《除妖乌鸡国》 当杨洁导演把这一集的成片 拿给领导们看时 领导们却说 这汪月看着一脸苦笑 不行 换换人吧 最后多亏了导演的一再坚持 汪月才得继续拍摄下面的剧集 就这样 他顶着压力 坚持拍摄完成了获启观音乐 偷吃人参果 和三打白骨精 正当他表演渐入佳境的时候 一个试镜的邀请 彻底改变了汪月的命运 在拍摄的空档期 他收到了一部电影的试镜邀约 他很想去试试 但当时西游记剧组有明确规定 所有演员禁止跨戏拍摄 就在这时 电影学院的老师提醒汪月 如果被唐僧定行了 以后再想演其他角色 就不容易了 最终他考虑再三 还是放弃了西游记 去拍电影了 但不知是巧合 还是造化弄人 汪月放弃西游记 去拍摄的电影 到最后也没能上映 老和尚送给他的话 很可惜当时的汪月并没有参透 导致西游记成为了他 永远的遗憾 汪月离开后 杨洁开始在全国物色 可以接班唐僧的演员 但找了一圈后 都没有发现合适的人选 就在他一筹莫宅时 遇到了徐少华 这天 徐少华来剧组面试小白龙 可惜面试失败了 他正在走廊里失落时 碰到了选拳归来的杨洁导演 眼光独辣的杨洁 一眼就把他给相中了 立马吩咐化妆师 给他上妆视镜 没想到镜头前的徐少华 将唐僧演练的相当完美 杨洁导演当机拍板就是他了 出入剧组的徐少华 还是有些偏瘦 为了演好唐僧 他连续吃了半个月的大肘子 增肥二十多斤 可是没想到 在演了八集之后 徐少华和导演提出 自己要去考大学 什么 你也要放弃唐僧啊 他说不是放弃 就是去考试 杨洁考虑再三还是统一了 甚至还特逼他 坐飞机回山东考试 最终徐少华 已超出分数线 七十分的成绩 考入了山东省艺术学院 此时的徐少华 已经二十六岁 他希望自己能一边拍戏 一边完成学业 正好这时 赶上去经理儿国开拍 杨洁找徐少华来拍戏 却遭到对方的拒绝 火冒三丈的杨洁 亲自去学校 把他给拽了回来 但是后来徐少华解释说 因为当时合同已经到期 而且翻回去拍戏 也是自愿的 并没有导演 把自己拽回去一说 过了许多年以后 猪八戒的饰演者马德华 在综艺节目里透露 说徐少华的离开 竟然只是因为五块钱 当时剧组里 猪八戒和孙悟 都是带着特效装 偏酬为八十元一集 唐僧没有特效装 偏酬是七十元 时间一长 徐少华多少心里 有些不满 就去找导演 于是杨洁在拍《女儿国》时 就给他涨到了七十五块钱 即便如此 徐少华心里 还是有些不满 认为都是主演 怎么就比别人 少了五块钱呢 始终和导演 因为片头的问题 谈不拢 最后导致徐少华 离开了剧组 后来他又出演了《不亦天子》 《三国演义》等影片 但始终是不温不火 如今年过六十的徐少华 频繁在各地走学演出 有人就讽刺他说 每次都是披着唐僧的卫衣捞金 可人家也是凭本事接活 靠辛苦赚钱 就应该得到尊重 但是遥想当年的帅哥唐三藏 也不接会让人感到有些心酸 随着徐少华的离开 剧组迎来了第三位唐僧的扮演者 石崇瑞 石崇瑞出生在北京 家中五代人都是京剧表演艺术家 从小就深受京剧艺术的影响 然而他并没有延续父辈们的老陆 反倒是对表演很感兴趣 他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 就进入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成为了一名专业演员 可是他后来出演的影视作品 都是反响平平 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状态 直到1984年的一天 石崇瑞拍完夜幕下的哈尔滨 回单位领工资 半路上遇见了杨洁导演 两人擦肩而过 杨洁慧眼识珠 发现此人气质很好 甚至还有几分佛像 于是就叫住了他 石崇瑞一下子就认出了 大名鼎鼎的杨洁导演 听说对方邀请自己演唐僧 这么重要的角色 当然是喜出望外 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一番交谈后 杨洁才知道 石崇瑞已经是一名老演员了 便更加放心地把唐僧 这角色交给了他 石崇瑞也没有辜负杨洁导演的厚望 通过自己精湛的演绎 成为了观众心目中 最经典的唐僧形象 虽然这部电视剧里有三位唐僧 但正是因为这三位演员的不同演绎 才构成了如此经典的一部西游记